Linux 突行界面的發展室 好 那我們這一場的一層鬼是ArchLinux 台灣 然後接下來為大家帶來的是這位講者 對 然後他介紹就是Linux 突行界面的發展室 那我們就開始吧 Linux 突行界面的發展室 從S11到VLin 然後 我是S3S6 這個主要內容就是介紹一下這個S11和VLin的架構 以及他們一些優點和缺點 最主要的是我們現在用的S11為什麼不太適合我們現在的使用需求 我們為什麼需要VLin 但是呢VLin也存在很多實現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後面慢慢講 不過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有些細節可能不會講得特別詳細 首先講一下S11的由來 S11是MIT的圖形界面 造的圖形界面 全程是SWindow System 在1984年 第一個版本 叫S11 到2012年目前的最後一個版本 是S11 release 7.7 幾個關鍵的期間點是這樣的 87年的時候是發布了S11的第一個版本 1994年的時候發布了Release 6 開發是遷移到了S1186主期開發 然後一些重要的時間比如說Sinput 當然現在基本上被Libinput取代了 被添加了 然後2004年的時候 這個6.8.0 添加了對目前的這個S11最重要的拓展之一 但是這個拓展並沒有發揮它也有的作用 就沒有人實現 然後是這個7.2的時候 之前都是用S11 後來推出了一個S11 不過這個S11有一個缺點就是它不支持S11 這個後面又講 然後呢 這個經典的S11是一個典型的 典型的早期戰士窗口管理器 它用什麼設計特點呢 就是首先它用畫壓算的把揮製圖像 就指揮製一層第一層 然後指揮製最上面的 這樣的話好處是 這種技術呢好像還有一個名字叫 深度緩衝技術 這個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它揮製的部分 永遠不會超過這個屏幕的面積 它每次重揮都只重揮最上面 所以說它永遠不會超過整個屏幕的面積 這樣大大降低了這個 不論是CPU還是內存的壓力 然後這樣的話 傳送的時候也只需要傳送屏幕面積的大小的數據 所以它可以降低什麼 降低CPU 降低帶寬 降低內存 在當年設計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當年資源受限 內存是很少的 CPU也不是特別強 帶寬的話 我記得有人算過 在對於當年的接口來說 如果你繪製超過很多屏幕的大小的話 帶寬是不夠用的 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 所以當年的設計者選擇這些方法 來降低這些佔用 但是呢 這就引入了一些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 窗口必須是巨型 不然的話 處理曲線邊界的時候會很複雜 需要一些算法 而且算法佔用會比較高 它不只是半透明 因為半透明 下到一把下面那一層 有一部分數據顯示到上面這一側來 或者說一混合之後顯示到上面這一側來 因為它不能直接用上面的覆蓋下面 它必須把下面的數據也加進來 這樣的話就使得重慨的時候 這個 繪製的面積要比屏幕11面積要大 這是當年的設計所不能允許的 然後另一個是什麼呢 是為了效率考慮 它移動窗口的過程中是不會進行重慨的 為什麼不會進行重慨呢 你考慮這麼一件事 你移動窗口的時候 如果一直重慨的話 就相當於每移動一點 都需要匯集一個整個窗口大小的 比窗口大小還要略大一點 相當於是前後兩個位置 的取並級 這麼一個大小的面積需要重慨 然後如果你拖動 拖動於很大一塊塊範圍的話 它要匯集的範圍是很大的 那麼怎麼辦呢 你可以看 如果你用過 大家應該基本上都用過 比較早的Windows的話 你會發現它拖動窗口的時候 它是只顯示一個框 然後等於你收開鼠標的時候 它才會在目標位置重慨 這樣的話就降低了渲染的壓力 但是換句就是 沒有辦法實時看到中間的結果 但是似乎也不是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主要大的問題就是前兩個 巨型和半套圍 對於用現代系統的人 很多人喜歡圓角 然後在早期的這種 比如X41 Windows 在會有混成器之前 他們是做不到的 很多人喜歡的半套圍或者毛玻璃 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說它有這些問題 然後呢 針對X本身 我們可以看一下X11 最開始的基礎架構 什麼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首先位於最中間的是X3 大部分東西多 結果它負責傳輸數據和一些控制一些東西 然後是 英文程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 一種是直接用XLive或者NCB匯圖的一種程序 這樣的程序我們可以抽 我們可以抽做經典X11程序 他們直接使用這兩個酷匯圖 不管是用這兩個酷匯圖 提供的匯圖原語 還是說把XPM傳給他們 讓他們自己匯圖 都是可以的 然後另外兩種就是我們最常見的兩種 用2K匯圖的窗口 你持有一個叫GTK 另一個叫QRFT GTK用這個 反正這兩個主要他們都有自己的內部格式 他們首先用自己的內部APM 把兩個東西匯圖到一個內部格式 當然這兩個我記得沒說法都是始量的 然後他們再通過一些APM 把這些東西匯圖在STM 然後再通過SIM和NCB 傳送給S2 然後 最終這些數據都到了S2 那麼大家都知道 這個如果直接傳過去的話 似乎這個東西 它只能匯圖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我想把它移動窗口怎麼辦 我想把它放大速效果 這個事情就是我輪到一個東西 叫Window Manager出來 他送到什麼呢 一旦傳送到MS0 它就可以通過一個API 拿到一個窗口 然後它可以在裡面 在裡面做一個reparent 然後把邊框加上 這樣的話 這個邊框其實是 不用Window Manager管的 然後你就可以在邊框上做一些東西 比如說 最小化最大化和關閉 還有拖動放大縮小都可以做 所以說這個櫃鍵我其實什麼都玩的 就知道了 他負責從S3 通過某個API 拿到窗口書籍 把它reparent一下 然後加上一個電在底下的窗口 然後就是 右半部分 右半部分是 這個 S3如何和具體的硬件交互 這個 就不細這樣了 下面主要是通過DRS和DDS 大家現在DRS好像不怎麼用了 主要是DDS 然後通過內核的KMS和DRM 和全部通信 然後下面就是EDAM和這兩個 剛剛提到的這兩個東西 來處理輸入事件 鼠標和鍵盤事件 都是這麼處理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它有一個明顯的問題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 S3負責繪製的 然後這個 S3本身呢 是 不支持這個 特別強的這個 這個 呃 因爲加速的 也不是很很很 他也沒有那種 比如說 我把兩個窗口 疊在一起做毛鍋裡的效果 這種功能 很多人那個 為了這個東西它本身的什麼 好多人好像也不是特別為家 所以大家 在 L11的某個版本 就剛剛提到 6.8 它引入了一個 拓展 叫後程式拓展 它主要內容是 和 和WordManager一樣 它提供了一些API 使得程序可以做一些事情 呃 哦 對剛剛有一點沒有提到 就是這個 WordManager 其實也是一個 可以說是普通的程序 它只不過可以調入一些特殊的API 所以我們才列在左邊 和普通的程序方一起 它其實就是像一個 一個程序 你可以 你可以隨便搞個程序 在一個程序裡寫 寫那些API調 它就變成一個WordManager 你可以讓這個WordManager 側上來幹其他的事 也就是它還有一個窗口 然後正在畫別的東西 你也可以 它也可以自動一個WordManager 這個東西 不是說一個WordManager 只能做這些 這裡混流器也是這樣 它們只是調用特殊的偏面的窗口 再去提到 可以看一下它有什麼 一個 首先是 Redirect和Starboard Windows 這個是什麼呢 它可以把 首先 这些F11中所有的窗口都是树状排列的,每个窗口都是它的副窗口,然后把这些窗口结成一个树状排列,这种挂在rote window下面。 这里就是什么?Redrag testable window的时候,拿到一个窗口把它的子窗口的渲矮结果,重定下到一个特殊的内存区域里去。 然后,这个naved window pass it,就是把这个窗口的数据拿干。 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就得到一个特殊的绘图窗口,这个窗口会覆盖到屏幕最上层,它可以生成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会覆盖整个S11显示在最上面。 前面我们提到S11是采用画家散发绘制的,如果你一个窗口显示在最上面,那它就会把下面的窗口的显示全部覆盖掉。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然后再看这个取得窗口的采解边界。 这个API核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 你看啊,前面有提到,我们想要做圆角,想要做毛玻璃。圆角怎么做? 首先,我们需要取得这个窗口采解边界有意思。它可以获得不是巨型的一个区域。 好了,现在圆角的点击可以做了。那么怎么做圆角的显示呢?很简单。 圆角的地方不是实际上是显示在下面的,所以我们只需要能拿到下面的显示结果。 我们把它画在这里就可以了。前面这两个就可以做到。同样,毛玻璃也是如此。 我们只要能拿到下面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混合一下显示出来。 反正我们有一个overlay window,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的结果直接汇制在最上面。 这样,汇车器突然就通过简单的API设计,来添加了让一个程序能够调整显示效果。 所以,加上混车器之后,S11的架构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下面部分是没有变的。下面部分,S11不再直接像屏幕绘制。 它经过混车器进行绘制。 混车器在绘制的过程中,会使用Xlender和OpenGR进行加速绘制。 这样性能会更好。同样的,前面提到,它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毛玻璃,圆角和一些, 特效。 然后,有了汇车器,我们相当于实现了输出事件。 对于X1来说,输出事件只有一种,就是屏幕和窗口显示。 有了汇车器,我们就可以随便,UAPN随便的把输出事件。 随便的重定一下,随便的操作。 那么输出事件呢? 输出事件两种,键盘事件,鼠标事件。 这个键盘事件的话,是需要揭取所有的键盘事件,然后重新判发。 这个键盘事件很复杂,我要给谁派发?我要派发哪些? 这些东西都很麻烦。 因为很多程序其实是有这个键盘事件的截取。 比如说,你用KDE的话,KDED会截取键盘事件。 为什么?因为它要做全球科研界。 输出法也要截取键盘事件。 为什么?因为它要做输入。 所以说,如果你要自己搞开发的话,这个键盘事件太复杂了。 所以火车器都放弃了,处理了一下键盘事件。 直接扔回去,扔给XR。 XR自己把这一个键盘事件拿了。 所以他们就不用再处理了。 这个键盘事件更复杂了。 因为这个键盘事件点到哪里都很复杂,因为窗口环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火车器一般采用一些小技巧。 首先是有一个拓展,叫XFace拓展。 它提供了一些API。 比如说,它可以按某个窗口的响应大小。 有响应区域,设置为你想设定的任何地方。 所以那个Overlay不是覆盖在最上面的屏幕吗? 它只需要把这个Overlay的响应区域设置成空。 这个窗口就不响应鼠标时间了。 它不响应的结果就是什么? 既然最上面都不响应,那就会传到下面。 然后由于大多数混成器混成器混出突变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与原有的是保持一致的,只是加效果。 基本是一致的,所以插到下面是没有问题的。 直接点到下面,这就是预期的效果。 但是,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 就是,混成器绘制的图像,必须保持和原有的一致了。 如果与原有的不一致,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结果。 接下来看下这个问题。 所以说,混成器它会设计两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窗口大小位置形状完全一致。 就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状态, 它那个overlay window其实是显示效果和价位的只有特效的区别。 窗口的大小位置形状都是一样的。 这个状态下,如果点击的话, 透过overlay window点到下面的位置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比如说, 这边会有一个Alt Table或者什么的快捷键, 会调出一个应用切换的界面。 或者,或者,KDE默认的, 左上角, 在鼠标左上角, 会出现一个略缩图。 这时候会发生不一致。 这时候怎么办? 那处理起来也很简单。 我们把所有的鼠标事件都挨解下来就好了, 只留下我们想要的。 那比如说, 我们给每个绘制的窗口位置, 加一个点子的时候, 会点子的时候的响应会切换到那个窗口。 我们给其他地方统统加一个返回的效果。 然后给每个窗口再额外画一个关闭按钮, 点了一个按钮关闭窗口。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难处理。 但再来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 它只能单独绘制一个关闭窗口。 因为, 混能器是不知道这个窗口具体内部关闭按钮到底是在哪里的, 所以它收到这后, 还要确定这个输入时间点击是怎么样的, 所以它只能自己单独绘制一个。 因为, 因为鼠标收入, 呃, 没法传递给窗口, 所以说是没法正确的传递给窗口。 呃, 这样, 那样的问题。 好吧, 为什么不能 退导重来呢? 图形设计, 我们避开这些所有的问题, 我们从头开始, 这就是微烂。 那微烂的都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呃, L4R把LCB往下绘制的时候, 其实这里已经是位图了, XPM是运动位图。 呃, 从SALENT, 发送到SALENT, 叫做SALENT, 发送给回程器。 实际上, 应该还给, 我记得没错, 应该还给WindowManager发了一份, 然后再发回来。 然后, 不, 那个好像没发, 那个没发, 因为是做的reparent, 然后给SALENT发了, 发到SALENT, 然后SALENT发给回程器, 回程器在一段操作。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SALENT干了什么? SALENT啥也没干, SALENT啥也没干, 是对应到屏幕的像素。 比如说, 你真的没办法做到, 我会把, 把其中一个点绘制成, 把0.1个点, 或者0.5个点绘制成, 因为它没法做, 这真的是对应到屏幕像素。 所以这些东西, 就实现分数搜放, 和Discordate Server控制的搜放, 是很困难的。 子像素控制尺也不是特别好实现, 因为它是像素汇图源, 比像素低的, 汇图不了。 所以说, 子像素控制尺也是很难做的。 然后, 前文我们提到, 这个输入世界存立下做起来, 是真的是很麻烦。 键盘世界所有的获得器都放弃了。 鼠标世界实际上也充满了hack,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它的输入世界存立下, 这本人可以没有, 算没有的。 所以我们就引入了微蓝。 微蓝是怎么样呢? 微蓝是这样的设计。 首先, 我们考虑了一件事。 首先, Essor, 只是在做微微的IPC, 那我为什么要它? 把它卡了。 一个只负责IPC的东西, 是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呢? 只要我们约定好通信的方式。 在Essor, 没了。 然后呢, 我们要注意到前面一件事。 这个窗口管理器, 是在操作窗口的显示效果。 混成器, 也是在操作窗口的显示效果。 那你觉得它们两个是不是, 职能上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充和? 尤其是这一部分职能的实现场, 重合度也挺高。 所以, 在微蓝这里, 我们也考虑了一下, 我们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 做成一个东西。 因为它们两个重合度实在太高了。 所以, 我们就把微蓝的混成器, 实际上, 接负了两重责任。 确实说是三重责任。 第一重责任, 它要负责创口管理。 第二重责任, 它要负责生成这些效果。 第三重责任, 它要负责通信。 也就是说, 原本在S11里, 因为历史原因, 分到三个不同的组件的, 现在重新回到一起。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绘制是什么设计。 GDK和Curt基本上是一套绘制机制。 首先, VLand, 它是这样一个设计。 它有一个VLand Registrar, 然后, 它会把VLand Registrar挂到一个VLand Display变料 对应的这个Unix搜集上的。 然后, 这个程序, 就用VLand Silent Crew可以去查询。 在这里面查询, 并且拿到VLand Compositor的一个数据。 然后, 通过这个数据, 它可以去找货帧器, 去申请一个VLand Surface。 然后, 它拿到VLand Surface之后, 它首先用EGL, 创建一个EGL温度。 然后, 用自己的VPN在EGL温度里面绘制 EGL OpenGL里面的东西。 它可以直接用一个加速的VPN在里面绘制完。 绘制完了之后, 它把这个窗口和VLand Surface绑定在一起, 然后通知VLand Compositor, 我画完了, 请你使用。 然后, VLand Compositor就把这个窗口都拿走, 然后开始用了。 然后, 之后, 之后, 这就是它的主要绘图的方式。 整个体系都在EGL里面。 当然, 其实也是有其他方式的。 比如说, 你如果非要用CPU绘图, 也是可以的。 它通过一个叫VLand SHR, 这个共享内存, 然后把这个内存缓存驱轨共享过去。 但大部分的现代软件还是选择了EG加速绘图。 毕竟大家图个性能。 这里就有一个东西要提到, 就是VLand。 为什么有VLand的?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 GDK和Curt的应用程序是自然而然的自动切换的VLand, 因为它们本身也有支持。 但是原本那些用SLive和NCB系的程序可没这么幸运了。 那些东西适合S那套保密的, 所以大家一想, 一拍手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 我们跑一个S Server, 大概这个S Server是定制的, 它把很多没必要的功能砍了, 然后去保留一些基本功能。 然后这时候, 它去负责发那些S11欧任的程序通信。 然后它在获取到的数据, 在和VLand的Compensator呼吸。 这样的话, 它相当于充当了一个中间的球的设定。 不过这样也带来一些问题, 就是它支持的VLand的协议实际上是有限的, 因为旁边的S11支持的东西, 限制了它所能支持的东西的上限。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些东西, 比如说, 在Glom下可能见过, 在KT下可能见过, 就是GDK和KT的窗口都是显示的非常正常。 然后VLand, 跑在SVLand的连车去一片糊, 这就是它所设计的一个限制。 不过我听说, KT5.26好像添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支持通知那边缩放, 让它做到支持通知S11的程序缩放和让它后来缩放的选择。 这样好可以让它不服, 不过要等5.26了。 然后是右边的话, 就和硬件的通知变化不大, 除了不再走DX和DDS, 直接换成1-2以外, 就没什么区别, 就不加了。 然后, 有什么新的吗? 我们前面期到, No, 没有S2, 没有如此糟糕的FC。 没有RenderAPI, RenderAPI有意思就是我提供API, 让你在哪里画某个东西, 画某个样子。 后期, 你可以看到, 未来人的后图方式是, 我给你个Buffer, 让你画完, 画完之后通知吗? 但后期S11也基本抛弃了RenderAPI的后图方式, 大家也是传一个相当于Buffer吧, 毕竟这个东西, 你用RenderAPI的通知性能是压力非常大的。 这个没有独立的温度Manager和Compocator, 他们现在是一个东西了。 然后是, VLAN本身, 它有什么问题? 首先, 这个高级的, 而是VLAN的为什么存在? 因为它很多应用, 它不支持DataV的VLAN, 他们中的很多应用也不可能支持了, 因为, 很多项目, 其实已经是陷入一个, 8个fix欧论的维护状态了, 甚至有很多项目已经失去维护者, 所以他们是不太可能支持VLAN的, 然后是VLAN, 是一下有VLAN的一个窗口class, 这名字叫WMclass, 可以用来识别窗口, 然后时间也很有用的功能。 比如说窗口自动规律和不同窗口, 使用了不同的输入法, 输入法的状态不供应下。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只到我写前的slide为止, 这个VLAN的下, 好像这个东西也是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替代。 。 VLAN的设计缺陷, 通常输入法窗口位置, 这里指的不能获得准确的位置窗口, 应该是指的用输入法模块, 它不能获得准确的光标座位置, 因为VLAN有很多所谓安全特性, 它限制了很多东西的防御权限, 比如说你现在截图的话, 必须走特殊的API, 不能和ILC10一样, 直接拿个API, 把窗口数钱拉过来, 然后就可以截屏了。 通常的, 有个人还移动后前后的位置, 只得重新绘制, 这个东西也比较麻烦。 然后呢, 这个VLAN的设计法协议有多个版本, 然后, 用没有交集的话, 我记得没错, TexInput有三个版本, 然后InputMessage有两个版本, 然后这样就产生了六种组合。 然后, 如果这个协议支持没有交集的话, 就会出现无法使用输入法。 这个, 比如说输入法, 确切地说应该是输入法混成器和应用, 它们直接支持的, 这两, 两, 两对, 如果有一对没有交集, 那就没法用输入法。 当然, Krota和TDK还可以用输入法模块。 但是, 如果只支持原生, 用未来的输入法鞋的话, 就会直接没法用了。 然后呢, 未来的输入法鞋要求输入法介绍被Compicator启动。 不然的话, 有很多数据实际上是拿不到的。 这个东西可以看Fighting的输入法的维护者, 这个, 这个CS Slayer的博客, 他会对这方面的介绍。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吧, 嗯, CS Slayer的博客场也有讲, 就是, 比如说, 这个, Kramir, Kramir这种, 这个程序它比较独特, 它的窗, 它的窗口实际上是用, 用, 自己的, 这个, Ozern, Ozern化的, 但是它试图使用DTK的一些API, 比如说, 这个, 呃, FearPicker, 比如说输入法模块。 呃,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这个, 它既然不是这个, 用DTK的窗口会拿的窗口, 所以它的窗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DTK窗口, 所以它弄了一个尾的窗口, 这个是DTK的, 但是这里又面有一个问题, 在微量的内容, 也是因为API的限制, 如果一个窗口是不显示的, 那么它的窗口也是不能显示的, 所以, 就, Kramir这么一到, 它的窗口没啥显示出来, 它的输入法的后角块没啥显示出来, 无论是这个, 这个,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种知识, 显示不出来, 所以, 其实, Flatix在上面是硬化的, 就, 就, 猜, 能猜准就行, 猜,猜,猜, 猜,猜, 猜有些地方实在猜不准才就偏了, 啊, 还有些情况就混, 就混不出了, 这个东西可以看一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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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Layer的那个博客, 它有详细的讲, 每一种组合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总之就是没有, 几乎没有, 有完美使用的组合。 呃, 然后, 回想一下, 输入什么样子, 大体这样, 主要分为, 主要分为三种, 分别是, 从上到下, 第一种, 是走完, 是为中继的, 走完SRM, 然后, 通信, 嗯, 第二种, 呃, 第二种协议的话叫, 统一撤为Dbus协议吧, 就, 基本上就是, 当年因为SRM功能太弱, 呃, 很, 舒缓, 舒缓都选择自己实现一套协议, 通过Dbus通信, 然后, 那边输入法, 自己自在一个输入法模块, 然后这个模块, 通过Dbus, 和, input measure, 和输入法通信, 然后, 窗口是怎么回事呢, 窗口是, 用原生的, 用自己的绘制语言绘制, 这一套的诞生, 纯粹是因为SRM功能太弱, 然后呢, 最下面这一套, 我找了找NATIO的协议, 还不支持GDP, 还不支持GDP, 我就想起来这么一个Foot, 一个Terminal, 然后呢, 这里面, 目前最主流的, 其实是中间那个Dbus协议, 因为它支持最好, 大家都在用, 那个, 呃, 当然, 3S3EAR的话, 也说它, 它个人是希望, 这个, 最终Dbus协议被取代, 但是, 这个东西, 就目前来看, 不太现实, 因为微量子输入法协议, 视频经济上的, 缺陷实在太多了, 然后, 这样的话, 这样一个架构, 所以刚刚我们, 我们看了刚刚提到的问题, 就如果, 这个, 比如说吧, 微量会是支持EPSMAS的V2, 然后输入法是支持V1, 就会发生, 它俩没法通信的问题, 它俩没法通信, 那这个输入法就没法用了, 左边同理, 如果他只支持V2, 他只支持V3, 那也没法通信, 所以, 往下看, 这里就有一个, 非常独流的东西, 它叫Water, 这东西是Globe的回流器, 它有一个, 它比较独流的地方有两点, 第一, 它只支持ZW的TESA普特V3, 不支持V2, 所以V2的回流器偷偷用不了, 然后, 就下来就是它最独流的地方, 它不支持ZWP, ZWP, UPUT, MASDA, 唯一V2都不支持, 它只支持什么, 只支持在这里, 使用iBus, DeBus, 协议的半部分, 非常之独流, 就, 公用的协议它不支持, 它非要用自有的协议在这里换, 也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如果, 如果FightX不去主动, 支持iBus, DeBus, 私有协议的话, 这个输入法, 在VLAN之下, 根本没法用, 但是有, 怎么怎么说呢, 非常排外的设计, 我也不好说什么, 大家自己心里自由体会, 就, 只能说非要独流, FightX5为了此, 专门实现了, 这个, 这个, iBus的, 这个, 协议, 然后, 当然, 实现了iBus的协议, 它带来一些额外的好, 比如说, 比如说某个程序吧, 比如说某个, 某个商业程序, 它没有, 它没有提供, 原码, 这个时候呢, 它只, 它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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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us的输入法模块, 这时候怎么办呢? 哦, 给它,给它, 给它,给它个, 环境别亮, 它去,用iBus就好, 因为发现手, 我是支持, 这也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 但是呢, 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惨淡的, 悲烟的事情就是, 它们居然只支持iBus, 呃, 反正, 反正, 这个系就是什么? 比如说, 某个, 只支持iBus, 其实是这么回事, 某个, 某个, 还可以了四代的, 换了LCB, 但是, LCB没有XRM支持, 所以, 为了输入法能力, 它们必须得支持一个, 它们, 看了看, 觉得iBus似乎比较, 比较有名, 所以就选了iBus, 所以这也是一些, 阴他也要凑下凑一丑的东西, 但是, 格奥物就纯粹是故意挑事了, 然后, 然后, 这些东西的话, 我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嗯, 看起来, 没什么要补充的, 呃, 我来, 我来讲一些, 没在这上面写的, 因为当时, 当时, 这条, 这条PPT做传有段时间了, 呃, 所以就实现了它, 然后, Kart那边, 有实现, 有实现的打算, 一定有一个PR在开着, 然后, Globe那边, 好像也开着一个PR, 所以, 分数说放, 是很快就能, 这个, 应该是有, 有傲支持了, 然后是, 很多人讨论的, 这个, 这个, RCC教设和HDR的问题也是, 呃,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 那个协议的PR战略开了两年了, 没人管, 呃, 啊, 我现在就是什么, 就关于, 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操口, 这个, クラス的问题, CNS Slinger在, 在那个, 在当时讨论输法协议的, Aso, Aso下面, 讨论大概和, 和当时的维护者讨论大概有几十条, 呃, 总之意思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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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给窗口, 分配一个ID, 然后, 这个, 这个, 然后, 这个ID会发送给输入法, 这样的话, 希望, 希望, 这一种, 这个, 这个, 可, 这个, 可自由控制的, 它这么自由控制就是指的应用程序可以自由控制, 应用程序, 这个, 嗯, 但是, 那边好好讨论起来就是, 这个东西, 就是那边, 似乎是属于一个, 呃,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实现的状态, 我, 我只能这么读解,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查一下, 我记得应该是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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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库下面讨论, 这个, 这个, 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自己查一下去看一下, 到时候逃了, 然后, 是这个, 这个, 服务法协议的设计前线在这个那里, 还可以提到一些, 嗯, 就, 继续做很多, 就是, 不显示的窗口, 它的纸窗口, 从擦窗口上绘制的窗口温度也是没办法显示的,你不能绘制一个隐藏的窗口,然后给它抬一个假的窗口来骗人,就是做不到的,你只要能绘制一个紫窗口,那你就自己就能显示。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安全特写,但是好像造成的问题比较多,因为在书法协议上,有些应用它不走随常路,可有没有这个问题,但是Fivebox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Fivebox虽然图像是自己画的,但是它那个窗口是一个护轮驾驶的基地域窗口,它是一个基地域窗口内部是自己画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Fivebox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窗口是完全是一个GTK窗口,它可以正常使用GTK输入法模块,和GTK支持的未来的输入法系列,都可以直接用,因为它真的是一个GTK窗口。 然后是输入法系列车标准被回轮器启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CXLayer的设计, CXLayer就不用说了,Ibox一定会被微量的启动,一定会被GTK窗口启动。 然后这个,这个KDE和Fivebox这边是这么选择的,Fivebox是被KDE以虚拟键盘的形式启动。 然后是关于窗口汇制不准的问题,因为不能拿到准确的窗口汇制。 然后CXLayer那边好像有个打算是这么回事。 他发现KVScript,首先先说一个前提,在格门上,KMPanel是可以准确汇制的,因为这么回事。 KMPanel是跑在和Motor的一个进程里。Motor就是汇程器,汇程器显然是知道窗口的准确位置的,所以这就没有问题。 但在KDE上,KMPanel就有问题了。KMPanel是Plasma Shell的查件。Plasma Shell并不是汇程器,它不和汇程器跑到一个进程里,所以它不知道窗口。 所以CXLayer后来发现KVScript是可以汇制QRM窗口的,所以他打算用KVScript重写KMPanel。 这样的话,因为是和KV跑在同一个进程里,他就可以拿到窗口的位置。 这个东西依换,而且它好像还因此顺便修了KV的一个Bug。 KVLand上,目前最大的两个问题可能就是窗口显示上的问题。 一个是分数缩放,因为主要是LSVLand有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输入法。对中共认识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输入法。 输入法的可用入性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比如说,KVL刚刚提到,要么汇程不少窗口,要么窗口位置会偏。 然后,如果你用Electron就更惨了,Electron就更惨了。 所以,它是直接没有任何用VLand的GTKMM的和输入法协议的。 所以,它只能跑在VLand下,否则就用不了输入法。 然后,还有一些,反正就一堆用的东西,各有各的毛病。问题都挺大的。 输入法问题将会是VLand上的输入法在中国用户面前最大的问题。 好,基本上问题就讲到这些。 谢谢大家,等会儿应该就是答疑时间。 所以,到现在结束。 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位江泽。 然后,他在线上。 所以,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 有人想要问问题的话,我这边有麦克风。 好,看起来目前没有。 看看,呃,江泽那边有红武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再跟大家补充的,或者跟大家塞个嗨都可以。 方长,我补充一点吧。 那个,就,N11后期也是采用了一些,比如说共享内存的方式来降低这个渲染的数据传输压。 但是呢,它还是没有办法避免一个问题。 就是现代程序基本上都是使用OpenGL或者Vocant在GPU的内存里,GPU的显存里绘制图像。 它绘制完之后,它要再拷贝回内存。 再用共享内存的方式分享给SR和混成器。 然后混成器也是使用OpenGL绘制。 所以它还会在拷贝导的显存里去来进行绘制。 这里面就会产生两个比较大的复制。 然后VR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在应用程序和混成器之间传递EGL context。 这样的话相当于应用程序只告诉VR的混成器,我绘制的地方在显存的哪里。 这样就不用拷贝到内存再拷贝回去。 这样降低了渲染的压力,这样的话性能会有不小的提升。 有人做用Firefox观看测试看YouTube的性能。 有人做OpenGL水族管的测试,发现性能大概有50%到至少有50%以上的提升。 有的甚至发现能达到一倍多。 所以说这方面对数据传输的优化性能还是比较好的。 当时在SR那边忘了提到。 有没有提问吗? 有人想要提问吗? 有人想要提问吗? 我... 我请... 可以来... 请... 请... 要提问的同学可以... 朋友就来前面这边,等一下就可以轮流。 对对对,好,请。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好,非常感谢这个非常精彩丰富的演讲。 我想想解决一下就是... 麥克风要静一点。 好,刚刚好像提到就是Wiland的里面有很多... 非技术性的问题,比较说是理念甚至... 講更嚴重一點政治問題,那像我本身對Wayland那些Protocol都並不是很了解,那您有什麼建議對一般的用戶可以督促他們開發者,找一點溝通出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那有什麼建議嗎? 關於這件事的話,大家就是他們Wayland是有一個用來放協議的倉庫,討論都在那邊進行,大家可以過去針對他們沒有想到的一些情況提出自己的意見,也可以在那邊觀察一下這些 開發者們都想到了什麼你沒有想到的東西,反正也是一種大家之間互相的交流,這樣的話才能夠促進這些協議的設計,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開發者是想不到一些他們實際使用的細節,就像你找一個平時用英文的人,你讓他們來想輸入法應該怎麼設計,他們很多地方也是想不到的,所以這個東西需要大家和開發者都有溝通的, 通和交流,這樣的話才能避免協議設計中出現這樣的遺漏,那樣的遺漏,或者這樣的缺陷,那樣的缺陷,總之還是要出地交流,還有就是和一些,比如說你要遇到一些問題的話,你要積極地,積極地向,不管是軟件設計,軟件的開發者,還是說協議的設計者,都要積極地向他們反映,他們不知道的話,他們是永遠不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好,謝謝,還有人想要提問嗎? 好,我們時間差不多,如果你還有問題的話,你可以再,請你加入那個Arch Linux Taiwan的那個Telegram群組,就搜尋Arch Linux Taiwan,然後可以在裡面直接詢問講者 і і 感谢观看